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红了多少年 他红了几十年 他红了几十年 你知道他刚出来的时候 在台湾的综艺节目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出来的一个男生 就像一个小弟一样 站在张飞那时候的那种综艺节目 他站在旁边就是 是凑个人数的 也不红 当时看起来还真的好像也没什么好红 好像真的没什么好 没什么条件红 是不是 但是他在有一次 也是张飞的节目 那时候就访问他 他就说 那张飞就说呢 听说你在燕音界的里面 人缘不错 他说也没有 就是可以做尽量做 他说好像有一次台风 他有一个什么 这个加高的越野车 然后有什么这些明星 家里住的淹水 有什么的 他主动的用这个越野车开去 让人家方便 他就有这个心 他说一直就说他很热忱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吧 所以他在演艺圈里面 三不转路着 是不是 所以他后来 不是有人就把他做那首歌吗 什么对面女孩看过来 是不是 就这一首歌唱了几十年 是不是 这首歌就从台湾唱到香港 香港唱到中国 唱到现在 是不是 所以人的意思很难说 热情一点 是不是 真心一点 不要斤斤计较 傻人有傻 所以今天的这个功求归重点 半徒归真 不要老是在那边 他都在哪里 他就在那边 这一段时间 那就把它复制成中 词曲 和声志堡 和声志堡 这些相当语 那 crime 要看大少计较 我们这一段时间 去我们说 所以我们在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